喂,Wick 你好,耍太極了 先拍一下錶 如果熟悉我們Facebook的朋友 一點都不會陌生 一片閃閃專員 經常在這裡帶著 很多客人都會問 這隻手錶 我建議你放在這裡 轉台 這個轉台 為何到現在才拍呢 你拍到我的手 不要緊 我正在扮演電動轉台 最重要是轉的效果 你覺得我轉得很滑 OK 突然快了很多 跟他表現不會快 你先轉一下 認真欣賞客 有沒有味道 絕對超級有 是不是有好味道 對,但想問一下 你這麼有味道的風景 現在才拍的 好,玩 先拍幾個顏色 OK,好 先拍顏色 這個有感覺 拍這個,好嗎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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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灰色面 好 好 說真的 你知道這是什麼 看來的嗎 我拍了這麼久 你說了什麼 還沒有 還沒有 等你說吧 這麼專業的東西 我只看到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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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就是蘇聯的簡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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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CCP 那CCCP有什麼特別的呢 CCCP就是蘇聯 當別人沒有解體的時候 這個工廠就是 屬於 在這個共產國家裡的工廠生產 出來的資家機心 一個自己的品牌 即是它是蘇聯機心 蘇聯機心 完全是蘇聯整個方法 蘇聯組織機心 是出名的 出名什麼呢 出名粗 粗即是粗什麼呢 這個造工是很粗粗 如果用車來形容 它好像有剪粗機一樣 讓我們看看 有多粗呢 它就因為 我懷疑它為了掩飾它的粗粗 就利用了一塊深紅色的玻璃 要遮蓋 竟然用這招? 用這個紅底褲來 我今天就把這個底褲解開 說真的 機芯來講這個真的粗 粗得像統計一樣 對 你知道什麼叫統計嗎? 不知道是什麼 人家是用來學整標的 國內的機芯 我們叫統計 以前學整標 我們用統計去學 授了授整個統計 如果你說它是蘇聯機芯 和我們現在玩的日本機 或者瑞士機 分別在哪裏呢? 第一 分別是很粗 第二 它的擺放速度是慢一點 當大家追求的高頻 達到三萬多的時候 瑞士電影就28,800 日本機芯電影走21,600 它是走58,000 是慢一點的 你看到這支秒針 相對相對不太滑 你看看 你會拍到 你瞬間拍攝 你就會拍到 即是走得特別差一點 但它不會太差的 時間方面 但味道很足夠的 這支標 好了 那怎樣 又說解了體 一陣子又說撿了套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標 話說又是英國的老闆 看見這個品牌 又很可惜 結果 就危起了這間床 連整個品牌也危起了 那 就有一堆 危起了 氣置了 機身 有些動 有些不動 時間就肯定不准 不用說 那它又 買了一塊之後 就重新拆散 再做裝飽 重新抹過油 就出了這一批 走進去買它的手機 你意思是說 現在的機身 是蘇聯機身 蘇聯機身 蘇聯機身 都不難止 是 用古董的配件 重新再重裝 再裝進去 新的標殼 所以標殼 相對不小 有42mm 剛好現在的潮流 帶到的 對 跟海駝飛一樣 帶到的 而裡面的機身 真的是蘇聯機身 買一隻 少一隻 現在的機身 是否不會再有 可以回到的 不會的 其實這一批標 都沒有 全世界都只有幾百隻 如果真的喜歡 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者想珍藏一些東西 這個都不錯 也實不相瞞 不怕告訴大家 這一批標 又被小弟 收購了 即是沒有了 都在我身上 所以嚴格來說 我們現在賣2,250元 就銀跡 是 金色那隻 就賣2,480元 2,430元 那 那 即是可以釣高來買呢 我願意是釣高來買 但如果我釣高來買 眾的粉絲就會釣高我 我說 那不是太好 對 那也不是太好 其實我有些額底 所以我都給快點優惠 我們用1,500元 1,800元 2個顏色都是 什麼2個顏色 即是金色和銀色學都是 沒錯 我有聽你說話 那有興趣呢 你們快點進來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一起分享 我自己也會收藏 他的錶 看到啦 你的快閃專員 整個都帶著藍色的 我也有 我也有 自己收藏 那 剛好的朋友就拿上去 其實我收購的 只有15隻 錶賣真的要下來看看 真的值得買 沒有 因為舊的機收 不會再有 新的CCB 全部都用了日本機 去做 真真正正 用回古董機芯 只剩下這一批 即是牌子就還有蘇聯 牌子會陸續有新出的 用日本機芯 就新的了 只不過 玩懷舊 但如果舊得來 用回古董機芯 只剩下最後這一批 亦都因為 撐住它這個優點 一手賣錢 嘩 什麼時候買了牌子 買不起來 哈哈 你們買一塊一隻 拜拜 拜拜